蘋果林是圍棋公開賽的歷史 等於是海公祈願的歷史 在大家的支持夏季年齡 可以舉辦第21屆 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 除了勝負以外 欣賞圍棋的內容 才是真正能夠 可長 可久的一個活動 她說不是因為美麗而下棋 而是每一個棋手啊 都是因為下棋而美麗 我覺得應該不會只有一種變化 還有其他美麗的環境 維新跟一個名字 除了勝負之外 更多更深入的東西 評論出以希望大家都能夠 開心的下棋 都因為我們起也很驚訝 這個比賽真的非常的好 就是對於學位前女孩子來說 是一個很棒的一個大賽 為下棋女孩子一起在這裡 一起切磋我覺得很棒 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享受對決過程 然後盡力發揮好美一盤棋 感謝海風祈願對這個比賽 一直以來的支持 希望女子賽可以一直搬到球 希望大家可以加油 盡力下好美一盤棋 感謝海風祈願 還有陪生文教基金會 舉辦這個女子賽 讓女騎士有一個專屬的發揮舞台 我自己也是從這個比賽出來的 希望今天所有的參賽者 可以享受舞台 我喜歡圍棋 五歲 我從中班開始學圍棋 我本身跟先生都從年輕的時候就下圍棋 所以小孩子應該是從肚子裡面就開始學圍棋的 海風老師講的沒錯就是女子下圍棋的話 會帶動一個全家下圍棋 那我覺得對於女生來講 比較不一樣的是下棋不僅動腦 而且特別的有氣質吧 其實還蠻符合就是女生的形象 全家人一起來參加這個一年一度的大盛行 就很佩服這些棋手 因為參加這個比賽要遇到一些挫折 還有一些困難 游泳棋他的比賽我覺得就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如果圍棋是一個運動的話 那我覺得最小的小朋友可以學習的一個最好的運動 特別是智力應該就是圍棋 我覺得主辦單位非常的了不起 因為辦一場比賽要花很多錢 像這個針對女生的比賽 花的經費是很多 而且可以持續辦到21年 真的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有很多花媒體 就不會再長嗎? 等於是 真心的不堅強 看真心的不存在 還以為人們最好的 旁人隊的對面 涉及